台湾有20万老年人口罹患视网膜黄斑病变 目前只能用药物治疗 效果也有限 台北荣总正在研究一种领先全球的新技术 是利用血液分离出干细胞 可以制造出视网膜 目前已经在进行动物实验 显微镜下的一小片就是视网膜组织 而且是用人的血液做出来的 台北荣总团队成功从血液中分离出干细胞 经过重新编程 分化为视网膜细胞 移植到失明的白老鼠身上 已经可以让小老鼠对光有反应 荣总团队表示 过去必须从胚胎才能取得干细胞 如今研发出从血液分离 好处是取得容易 一旦研发成功 以后有视网膜黄斑部病变的老人 只要抽血就可以治疗 在国外干细胞的治疗 特别对于这种老龄气患部病变的患者 目前是最认为是最有效的方法 而且目前大家都到实验到临床 第二期的治疗 事实上利用人体细胞制造视网膜的技术 全世界都在研发 日本也已经成功以皮肤细胞作为来源 荣总表示利用血液做成视网膜的技术 台湾算是独步全球 已经刊登在国际医学期刊 并申请多国的专利 记者林政务郭俊玲台北报导